在下迢迢而来,只为一段历史,关于龙的历史。 对于天渊万龙之族,我已一无所知。 早在历史诞生之前,龙族便犹豫于起初的混沌,口吻存在之所在。 对于导徒之上,不朽的启示黯然实现,而后便是我等龙翼的诞生。 我曾拜访五日环绕的世界雷亚法尔,至高巨龙端作为新窝,更替昼夜无患时节,庇护星系众生。 不朽的启示可是伟丽的长存。 至于个体的永恒,只将导向无尽滋长的孽雾,此乃受温祸足的妄念。 那不朽可是血脉的盐血? 我也曾去往因非诺人的故乡,于白晋之地,死龙堤风降下火雨,令此次繁盛退身,灼灼不息。 龙翼遍布诸界,却离散银海,从无往来。 与宇宙相较,一族兴衰不值一提。 听闻驰名一族与仙周结盟,五位龙尊凌凡守望寿温祸寂,万事不出。 莫非不朽是这庇佑还宇的大业? 可隐月已悔气誓言,隐至大乱。 龙尊亦有凡人心窍,身上重则也终有一日便作枷锁。 那依长老所言,不朽启示,究竟何? 日月轮转,世事无常。 在万变的宇宙中,不变并。 唯有身起万象,与道玄同,方可真有用。 划入陈兴与之同在,一龙陨落万物新生。 与我等持民,这才是不朽的真意。 而在这无尽的轮回里,任何一个终点都将成为新的起点。 对于他而言,亦不外如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